男人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办啊怎么办 凉拌 今天这条视频你们一定要好好看啊 因为我知道女人一旦经历这种事情 真的会痛不于生的 如果你的感情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做 当然了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女人 也不要把话说得太早 因为每个女人在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说 只要发现男人在外面有人 我就会果断的选择离开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据我所知啊 90%的女人都会给男人一些机会 因为孩子 因为家庭 因为一些自己的不甘心 所以男人只要认错了 保证和外面的人呢 一刀两断对你再好一点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咽下去 但从此以后呢 你就会变得特别的患得患失 你们之间的信任感呢 也瞬间就崩塌掉了 他出去一会儿不接你电话 你就会浮想连连 你的安全感从此以后 就会被这个男人彻底的击垮掉 而且啊 感情里面有个定义 闹来闹去 拿分手或者离婚 威胁男人换来的保证之后呢 一定还会出现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今天我就给你们几个真实一点 有效的一些建议啊 听清楚了 首先你发现事情的第一刻开始 你就坚决不要找他去对质 也不要逼他去承认 因为很多的男人都不会轻易的承认 并且会以发飙的形式 把矛头指向你 为什么看他手机 找人打听他这些消息之类的事情上面 请你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的直觉所见就是真相 无论有没有实际的事情 都建议你往他们只是刚开始的鸟头上去想 往还没有开始发展成实质性的这种行为 这种问题上面去做假设 因为这种假设啊 会让你心里面好受很多很多很多 其次呢 给自己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的时间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我知道你特别特别痛苦 特别特别难受 你要问问你自己的心 你到底要什么 如果你想清楚了再离婚 那么离婚其实就是结果 千万不要拿离婚当成威胁他的借口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特别特别低息 又无效 那如果你还想和他继续过下去 你看看他的态度吧 那你就不要和他提什么离婚 你更不要去闹 三天之后呢 你找他去谈一下 谈话的内容可以这么说啊 老公 对不起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发现你在外面有人 无论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情况 于情于理都不光彩 更谈不上正确 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请你自己解决掉 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你认为我冤枉了你 你也大可不必去证明 因为你既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就说明你没有把握好男女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边界 而我从来没有给过你这样子的感觉 我真的希望我是冤枉了你 但是事实怎样 你应该比我更加的清楚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 你我都需要给我们的家庭一个交代 我非常非常相信 你是特别有家庭责任感的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另外你与他断一不断 我不再需要继续得知了 因为你对家的态度 对我的态度 足可以证明所有的一切 记住啊 当面你平静地说 说完这句话呢 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 从此这个事情永远都不要再提了 也不要一天到晚阴阳怪气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正面的反馈 感知他人的情绪啊 有效的沟通 自我的意识 自我激励 等多方面经营婚姻的这些技能 把它往回转啊 往回转 你千万不要怂 那个是你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你接着过 那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外面那个女人之所以可以收得了她的心 她不一定比你漂亮到哪去 而是她满足了你老公被理解 被尊重 被崇拜的这些情绪而已 最后啊 所有的女人们请你们长个心眼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为她是你万般无奈下 最终选择离开的最后退路 我能明白 现实当中这些事情会把一个女人逼疯了 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 苦苦的煎熬 不知道何去何从 请来找我吧 我来帮你